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位于基隆西北端 有一处天然海石洞 是经过几万年海水冲击侵蚀 形成的特别洞穴景观 商船曾经有仙人在这里修行得道 所以被称为仙洞岩 而香火鼎盛的仙洞岩 目前供奉了神旗 有观音 驻山娘娘 旅洞兵等 甚至还有日治时代 遗留下来的观音石佛 而在岩壁可有许多清朝时期 所遗留的末宝遗迹 还有民国六七年代的十八罗汉 士扎谋尼 观音菩萨等石雕佛像 因此基隆仙洞岩 还有小敦煌的别称 位处于基隆西北端 面岗背山 山岩里处经几万年海水冲击 形成天然海石洞 这里是仙洞岩 仙洞听朝是基隆八井之一 要一解密尽玄机 我们时机而上 深入洞窟之内 鲜花素果 香火鼎盛 众家神明位列在此 神秘且庄严 似乎隐隐透露着 一桩桩仙洞传奇 海石洞顾名思义就是因为 这个海水的侵蚀 加上地形的海生 那现在才能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海石洞穴 那相传其实早年的说法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 山洞洞穴之中 是很适合仙人在这边修行的 所以我们相传就会有仙人 曾经在这里出没过的 那个古代的传说 所以就有所谓仙洞 这样子的一个地名的由来 风雪宝地 信徒为其行风的神奇 留住一席之地 此外墙面上 还有亲同志官员 以及文人雅士 刻下墨宝 斗大的仙洞 海外洞天 记录下到此一游 从同志光绪年间 一直到日治时期 其实这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 所谓的名胜景点 所以很多的所谓文人 早期很多文人 他们流行到地方就要流行梯字 有一个到此一游的感觉 那里面的内容 其实就是形容这里的风景之壮阔 那前面的美景这样子 除了文人莫保 我们再往前进入仙洞岩的右洞 短短一百公尺的石壁上 凿磕了七吨佛像 持续如生 让仙洞岩有小吨黄的美誉 地藏王菩萨 扶着的通灵神兽身上 染上一层薄薄的青苔 慈眉善目的牵手观音 被淹新了面容 历经岁月流转更悠长的 还有从日治大政时期留下的 两座石观音 这里在日治时期 它就是一间日治的神社 主要奉仕的所谓就是变才天神 那比较可惜的是在这个战后 因为政权的更迭 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变才天神的遗迹了 那这边就是单纯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佛事 那庙方为了保护日治时期的 这个所谓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相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保留在庙内 相较于先洞沿右洞的明朗开阔 要一窥左洞奥秘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们接下来要进去的是 所谓先洞的左洞 那它的空间非常的狭窄 本身也是海石地形形成了 一个很狭长的走道 那我们等一下进去的时候 还可以用走的 可能到一段就是要稍微侧身一下 左洞路径曲折蜿蜒 这就是所谓的海石一线天 入口较宽处也只能容一人通行 行进间不时有水 从头顶上的沙岩滴落 见失了头发 走在前面的文石老师 提醒着我们千万要小心步伐 我们行走这个洞穴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就是 我们一定要尽量行走 中间的这一块 因为它本身积水非常的多 如果你不小心踩到旁边的话 它可能会滑倒 大家一定要注意 而越往里头走 路径就越窄 我们现在进到的这段 就是中间最窄的一段 有时侧身前行 有时候甚至只能采取蹲姿 一步一步慢慢前进 20公尺的路径 不禁气喘兮兮 滴出满身汗 我们过了这一段之后 就会变得比较宽利 一走出通道柳暗花明 左洞的尽头处 供奉着一尊圣观音 是日治时期 仙洞主寺的神旗 据我们的了解 它应该就是日治时期 神社时代的所谓 圣观音的石像 那在我们这个左洞的终点 我们设立了一个神案 还有香炉来祭拜 这个圣观音的石像这样子 幽密僻静的仙洞沿左洞 除了日治时期遗留的佛像 在墙面两侧凹陷处 相传曾经有仙人在此打坐修行 刚刚这样一路走来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这里过来 其实就是一个很封闭的环境 我们要经由这么狭小的一个 走道到这个地方 那在这里就是一个潮湿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主要是适合修行之人 在这里面打坐 那主要是练我们所谓的定力 许多故事口耳相传 随着朝代演变 在这里也留下了各种不同教派和神旗 日本来的石冠英 和十八罗汉 祝圣娘娘 吕洞兵 坐落在各处一起守住仙洞 佛道教相容 也跨越了台日语言翻离 入境随俗 我相信人是这样 神也是这样子 那当然台湾寺庙的这种 多功能性的一个呈现 是它面向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所以常常会依着信徒的需求 慢慢的去增加这些佩四神 对 像是有些没有祝圣娘娘 有文昌帝君 也会有这个武财神 常常是可以见到 可以满足各种信众的需求 而一尊尊观音时佛 也象征着日本对观音信仰的崇拜 在日治时期 他们迁到了台湾 一待就是百余年 而要神就日本信仰和观音的连结 最早能追溯至唐朝 日本祭祀观音主要还是跟佛教东传有关 那佛教传到中国之后 再从中国中土向外扩散到整个亚洲 所以日本也吸收到了佛教的养分 那唐朝时代 日本许多的留堂的这些学生 在把唐朝时代 当地当时的一个佛教博心的信仰现象 又带回日本 所以在日本的佛教体系里面 观音可以说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代表的 一个信奉的对象 不论是清代莫保 日治时观音 民国小敦煌 仙洞岩的每一处 见证着改朝换代的痕迹 因为独特 这里也成为基隆人的共同记忆 并在民国95年 由基隆市政府公告为文化景观 其实仙洞岩是一个海食平台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 但是针对于就是仙洞岩 为什么会被公告为文化景观呢 原则上是因为 仙洞岩它是人类跟自然环境 长期相互影响 而形成的有关于艺术 美学以及民俗学等 人类学等的一个场域 我们以这个年代的基隆来讲 以我这个时代 我们或多或少 我们都在小时候 被爸爸妈妈带过来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它是早期 我们基隆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一个文化观光景点 其实就是一个带小朋友来玩 看风景 看石科来拜拜的一个地点 所以现在它承载了我们基隆人 大多数基隆人的一个 所谓的历史记忆 历经万年冲击的海石洞穴 曾经的风华 与阎阁哥至今的信仰脉络 相互回应 信徒相伙不息 将继续为先动一带 写下更多的故事与传说 谢谢观看